各位,華記和何志剛,即是政治揭曉的,提議說,如果那些暴徒被警察拘捕, 那就是四尾,他建議的四尾是什麼呢?第一,當然就是非法集結, 第二就是獄警,現在獄警未曾落法,所以就要根據緊急法, 第二就是獄警法,第三就是這群暴徒,即是蒙面法, 第四呢,如果他身上有雷射槍,那就叫第四個, 那他欠羊,他說想要五羊,因為他有五大要求,我們找五羊,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,大家想一想,第五羊是什麼呢? 如果警察要追他,才能抓到的話,就告他一條拒捕, 你不讓警察抓吧,這個拒捕一定是犯法的, 所以,砌救五羊,就是我們五大要求,一下去,就是大雞五米, 再重複一次,第一個,非法集結,這個一定是, 第二,禁蒙兵法,他現在蒙面的,已經一定是, 第三,根據那個,緊急法,加多一條獄警罪,三條, 第四,第四和第五呢,就看了毛, 第四呢,如果他身上有雷射槍, 就告他多攻擊性武器, 第五呢,如果要追他,才能抓到他的話, 就告他多一條拒捕,砌救大雞五米, 就告他多一條拒捕,那我現在, 就因為身體不太舒服,在床上, 就告他不出樣了,就為那股公仔頂住, 但是,講一下就無所謂了,大家想想, 真是一條拒捕, 但是,兩道時頂住, 也許在一條拒捕,